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這個程式碼呢 各位一定要會 就是 我們作業馬上就會用到 那各位我剛剛講說 剛剛看起來好像有點小問題 我稍微把它稍微改了一下 實際上也改了不多 就是我把這個搬出來 這個if條件把它搬到外面來 就是如果number抓到了 如果太小或太大我都升級成10 然後在這裡把它改掉 因為每一次一改它 它就可以直接抓出來 抱歉 我弄錯了 這個 這應該是 還是放到這裡才對 因為你第一個 你去抓這個是 這是你改過的 譬如說我改成 我改成1000 然後它是從這裡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你要把它改掉 所以這邊要跟著改掉 就是說 你設定了1000 完全1000不對啊 1000你怎麼做 畫都畫不出來啊 所以我一查 滿足這個條件 我就把它設定成10 然後再把你這個h2 把它的原先值 譬如說1000 你把它改成10 因為1000做不到 所以這個還是放在裡面才對 我剛剛腦袋有點秀陡 那其他都一樣 好我們剛剛講說 這邊會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看看這個問題放在哪裡 哇跑到哪裡去了 好潛在的問題 UI01 第一個需要用三個檔案 不好管理 檔案數字越少越好 通常你要 譬如說你要把檔案寄給別人 Email或是FTP 就跟你講這個檔案給你 你放下去就可以跑 這樣會簡單很多 三個檔案管理不方便 第二個 所有的變數呢 都在MateLab的基本工作空間當中 變數會互相蓋來蓋去 就我剛剛講的 你先跑這個東西 點點不錯都成功了 好你放著不動 去跑其他程式 跑完以後再回去 這邊為什麼當掉了 因為你所有的變數 都在基本工作空間當中 你跑其他程式碼的時候 可能把原來的變數幫你蓋掉 這就壞掉了 那解決的方案呢 就使用所謂的 Switch ER Programming的程式概念 這是UI02 這邊麻煩請仔細閱讀 我們把UI02打開來 看看這個程式碼就只有一個 一個程式碼就會讓你做到 跟當完全一模一樣的事情 UI02 那麼UI02這邊跟剛剛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就是也是一樣 你可以改變它的GridOn還是Off 改變 譬如說你改成50 HSV可以改成Hot等等 功能完全一模一樣 那我們來看看這邊的程式的寫法 這邊各位一定要注意 這邊就是要 要小心 我這邊呢 每一次進來呢 UI02呢 每一次進來我是吃一個H進來 這個H跟我講說 當我呼叫這個函數 它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只打UI02的話 抱歉我為什麼一邊中文一邊英文 UI02 UI02 它的Number of argument 是小1的話 表示我沒有送任何東西進來 這是Number of argument 印指的是Input 小1表示我沒有送任何東西進來 這時候呢 我的Action呢 就設定為Initialize 那我就根據Initialize 那我就根據Initialize 來做這些事情 好 第一個Initialize進來之後 我就Switch 看你的Action是什麼 如果是Initialize 我就做圖形 四樁級 UI控制物件的初始畫 所以這邊通通一樣 我產生一個Figure 產生一個Figure 然後我設定它的圖軸 設定完之後呢 我畫一個圖 把它Pix 把它畫出來 在這裡 那這邊都跟前面一樣 畫出來之後呢 我產生三個物件 第一個物件呢 也是一樣的 CheckBox 但這裡特別注意 我用了一個Tag 有沒有 Tag在這裡 Tag UI4Grid 為什麼要加一個Tag呢 方便我下一次 要找這個物件的時候 很容易可以找得到 Tag的意思就是 貼一個標籤嘛 各位知道 桌迷藏叫什麼遊戲 桌迷藏英文怎麼講 出品場應該就叫 TagGame 就是泡泡泡 碰一下 你就死掉了 碰一下就好像貼個標籤一樣 那在這裡 Tag就是 我貼一個標籤在這裡 表示這個物件呢 它的 Tag 它的標籤叫 UI4Grid 待會我要找 可以很快找得到 那String叫 GridOn Position Value等於1 這個 抱歉我剛剛也沒很講 Value等於1的意思 表示說 它那個是被勾起來的 被勾起來就是1 如果Value等於0 表示沒有被勾起來 所以因為你設定是GridOn 所以先把它勾起來 那第二個呢 控制物件呢 設定它的格子點 也是一樣 Edit 然後我的Tag 這個標籤叫 UI4PointNumber 然後把PointNumber 轉成字串送進來 其他都跟以前一樣 這邊上的這幾個都跟以前一樣 只是我都加一個 Tag 在上面 這邊又有一個 Tag 那第三個 這邊又有一個 Tag 在上面 再來顯示區面所用到的 Color Map 這都跟以前一樣 好 接著我要設定 這邊就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要設定它的 反應指令 第一個呢 H1的Callback 我叫做Grid 這都跟以前一樣 再過來這裡是不一樣 我H2的Callback 可能我設定成這個樣子 這樣一看 一個頭兩個大 這怎麼這麼複雜 那這個其實就是 這是一個字串 字串在這裡 但是呢 它 字串裡面 要擺單括號的話 就要寫成兩個 所以這整個字串 事實上就是UI02 然後後面塑進去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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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 number 就這個意思而已 就寫成這個樣子 但因為 你後面要把它當成一個字串嘛 所以裡面就要打兩遍 所以就出現這樣的東西 但是也有人不寫成這個樣子 你也可以把它寫成 直接寫成 直接寫成 UI02 然後後面寫 set point number 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ManLab會自動知道說 這是一個函數 它是一個字串 這個字串 就是set point number 然後會把它刮起來 放到裡面去 就跟這個兩個一模一樣 所以這兩個是通用的 那也是為了簡單起見 你覺得這樣比較乾淨嘛 你就寫成這樣子 也可以 我們後面有一些範例 就是寫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設定它的callback 是再回去呼叫 我本身這個函數 再送進去不同的action 它碰到第三個 UI控制物件的反應指令 也是一樣 我的callback是 再請再呼叫我一次 自己這個函數 但是我送進去 不同的action stream 我不同的字串進去 它自然就知道說 要做什麼事情 好 我們先看 這個命令是set point number 在這裡 所以你一旦呼叫 UI02 set point number 就會跳到這裡來 那我們看這裡是做什麼事情 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要先找出第一個 離第二個 UI控制物件的握把 要把握把先找出來 這邊就用到了 有沒有 我找h1等於fineobject 0 tag ui4grid 這樣一找 就會把我原先 在前面設定的h1找出來 那你會問說 那老師為什麼要找 前面h1不是定義過了嗎 抱歉 這是不同的函數在呼叫 有時候跳到initialize 也是跳到set point number 當他跳到set point number 是直接就從這裡進來的 這邊完全不知道h1 h2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必須從fineobject的方式 從他的root物件下面 把他的tag等於 ui4grid這個物件找出來 才有辦法往下做事 所以這是稍微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你不是全部放在一個 痊癒的工作空間中 而是每一次進來後 跳到這裡來 完全沒有概念這邊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要回頭把這個tree裡面的tag等於 ui4grid的東西先找出來才能做事情 所以這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你把h1、h2都找出來 那接著呢下面就很像 我們前面的程式嘛 我就是開始抓他的point number 如果發覺太小或太大 我就把它設定成10 然後把它的label改掉 改完以後重畫pix 然後根據第一個物件 決定是否要畫隔線 如果value等於1表示要畫 就greed on 不然畫就greed off 所以這個是對應於第二個 command 第二個ui物件 它所對應的callback function 那第三個呢是setColorMap 在這裡 我們第三個物件 它設定成setColorMap 所以就走到這裡來了 走到最下面 setColorMap 也是這樣我先把 會用到的物件先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呢 我就根據它的值 然後設定不同ColorMap 這邊設定完就結束了 Otherwise Aerror 出去 表示說你這action 我沒有看過 我不曉得怎麼處理 所以整塊 整個檔案是吃掉88行 但是它就是一個檔案 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全部做掉 所以這叫switcher programming 就是根據你每一次進來 不同的action stream 我就做不同的事情 但有時候東西找不到 所以你必須要放在 譬如說加一個標線上去 那你能夠找得到 或是有些東西當初 可以藏在某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把它 用user data的方式 把它藏進去 下一次再把它抓出來 這個範例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範例一定要了解 因為各位的作業 就是要寫一個這樣的程式碼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它是怎麼做的 有沒有問題 特別要注意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一進來 根據不同的字串 一進來跳到某一段程式碼之後 它是不知道其他 其他變數它都沒有執行 所以它不知道其他變數在哪裡 所以這一些object 物件圖形的物件 它必須要用find object形式 把它找出來 然後才可以有辦法往下做事 那這樣好處就是 你這程式碼跑了以後就放在那裡 你在執行其他東西的時候 你再去點它都會work 你不會把變數蓋掉 因為變數都在函數裡面 需要是在臨時把它找出來 但是執行效率會差那麼一點點 但是因為電腦速度實在太快了 所以這邊是人是完全感覺不出來 好 網路一開就開始由skype進來了 我先把它關掉好了 這個順便介紹一下 這是我女兒 各位後面的作業 就會用到她的照片來做一些事情 但是不是這張照片 你用到的是她四歲時候的照片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她是誰 我們的書裡面 我記得我也有放她的照片在裡面 但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我要找一下 我先把它關掉 因為有時候你寫一本書 裡面總共要有些image的範例 範例你要找人啊 你又不能拿林志玲的照片 拿以後就有智慧財產權的問題啊 那你拿自己的照片好像又太自戀了一點 所以就拿女兒的照片 那女兒的照片有沒有長大 小時候照片沒人認識出來她是誰 所以用她的照片來做各式跟她處理 最方便 好 我們繼續往下走 所以剛剛講到的是UI02 所以麻煩仔細閱讀我們的作業會用到 尤其是Tag的使用 還有UserData當然這裡沒用到 UserData就是說你可以藏一個東西進去 再把它拉出來 我們接著來看這塊是有關於滑鼠事件 就是所有的介面的東西呢 除了你可以滑鼠去點選以外 你可以用滑鼠做很多事情 可以是點一下 它就點一個點上去 再點一下它又點另外一個點 然後看能不能把這些點點起來 畫出一些曲線等等 那這裡呢主要的滑鼠事件呢 在進行滑鼠事件寫程式碼 我們會發覺有三個主要的滑鼠事件 這些事件都會定義到跟這個圖形相關 你先產生一個圖 就可以產生定義在這個圖下面 它的WindowButtonDown function 你看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來 WindowButton就是按鈕 Down就是壓下去那裡上 就用這個東西來定義滑鼠按鈕 被按下去的時候它的反應指定 那WindowButtonMotion function 就是它在滑動的時候 它只要一偵測到它有滑動 它就必須呼叫一個指定 所以只要WindowButtonMotion function 那還有一個WindowButtonUp function 它跳起來的時候它必須做一些事情 你只要能定義這三個事情 就可以寫一個程式碼 是利用滑鼠來做事 等一下我應該用play的方式 我們希望滑鼠被按下去 我們現在講一個很簡單的意思好了 你希望按下去 然後一拉的時候 它就把你打好幾個點出來 一放開它又不打點 所以我們必須定義幾件事情 第一個滑鼠被按下去的時候 一旦你被按下去表示你開始會拉 會動 那這時候你就要定義WindowButtonMotion function 就是說它在做動作的時候 一偵測到它有在移動 我必須呼叫WindowButtonMotion function 所定義的函數 那以及定義WindowButtonUp function 跳起來因為被壓下去之後 接著你就有可能會跳起來 跳起來那它要做什麼事情 這邊要定義好 那一旦被放開來之後 通常放開來之後 你不想在滑動的時候 會有任何效果 這時候你要清除它 把WindowButtonMotion function把它清除掉 所以你放開以後再移動 它就不會打點上去 那同時也把WindowButtonUp function 一起把它清掉 那這兩個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要記住這兩件事情 如果這兩個都設定好 只有在滑鼠萬鈕被按下 而且在移動的時候 它才會去呼叫WindowButtonMotion function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範例 Mouse01 我們先跑一邊 它是產生一個圖 空白的圖 接著我把滑鼠移來這裡 壓在這裡以後 當它 我現在是沒有真的滑鼠 我用touch panel在控制 不過意思是一樣 我把它壓下去 有沒有 它就跳出一個MouseDown的訊息 然後我開始移動 有沒有 我只要一移動 它就產生各式各樣的點 那這時候 它對應於到這裡 它每一次一移動 它在Moving 它就說Mouse is moving 然後跟著講Current Location 目前的XY坐標 最後我一放開來 它就出現MouseUp的字串 表示跟你講說 它偵測到MouseUp的這個事件 我再把它關掉 那這樣的一個簡單的介面 可以讓你做什麼事呢 譬如說你如果想做一個收寫版 就一個板子在這裡 那剩下的 譬如說我今天寫數字 我寫2 好 遷移辨識的數字多少 我寫3 遷移辨識的數字多少 你這個就是一個介面的部分 負責把資料接收下來 剩下的就是後面的辨識程式去做辨識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呢 很簡單跟前面完全一模一樣 叫SwitchEart Programming 一進來 我看到Action 如果完全沒有送進來 我這Action等於Start 跟前面的Initial 意思是一樣 Start就從這裡開始 接著我開啟一個圖形視窗 我們先看這個程式碼有幾行 很短 只有36行而已 是比前面短很多 前面有80行 然後呢 我開啟一個 設定一個圖軸範圍 你一設定 事實上它就會開一個圖出來 先開一個圖 因為圖軸 圖形是圖軸的Parent 是在上面 你這邊下面設定 它就會直接上面先開一個出來 開完後 BoxOn 將圖軸加上圖框 然後出現一個Title Click and drag your mouse in this window 然後這時候 接著我要設定 滑鼠被按下去的指令 有沒有在這裡 設定滑鼠被按下去的反應為 Mouse01 Done 這裡被蓋掉了 我移過來一下 就是一旦 我這個設定完以後 只要Mouse被壓下去 一壓下去 它就知道說 我要執行Mouse01 Done 有沒有 我剛講Mouse01Done 就跟這個一樣 就等於Mouse01後面寫個字 Done 在這裡 好 那這個函數在哪裡呢 在這裡 我滑鼠按鈕被按下時的反應指令 就在這裡 那這邊呢 我剛講過 我剛講過 就是 一旦被壓下去 這邊是Case Case Done 被壓下去之後 它做什麼事呢 我生意它的Motion function 又互叫這個函數本身 你只要一偵測到它有移動 我就互叫Mouse01 Move 但是你一放開來 我就執行Mouse01 Up 那也是一樣 我們就一路看 Move對應到哪裡 Up又對應到哪裡 但不管怎麼樣 它最後印出來 MouseDone 就知道說 Mouse被壓下去了 好 我們看Case Move 在它移動的時候呢 它就做什麼事情 它 GCA GCA 叫做GetCurrentAxis 把目前圖軸的物件抓出來 所以 GCA就表示目前圖軸的這個物件 在圖軸裡面呢 你的Mouse的位置在哪裡呢 你的 游標的位置在哪裡 你就抓這個 CurrentPoint 這就是你要的性質 抓出來之後 CurrentPoint就代表它的座標 那座標分別放在11跟12 這兩個位置 抓出來之後呢 我把它畫出來 X座標是一個點 Y座標是一個點 我Mark用一個點的方式打進去 之後它就立刻打一個點出來 那同時跟你講說 列印Mouse is moving 那把Current Location印出來給你看 這是Mouse move的部分 然後最後Mouse up起來後 我就把Windows button Motion function設成空字串 表示沒有任何反應 那把它的up function設成空字串 沒有任何反應 表示 不管你Windows在move 或是有一個跳上來的動作 它不做任何事情 然後最後印出來Mouse up 表示偵測到這個物件 所以36列 36列的程式碼 就把這事情全部都解決掉了 而且是單一的程式碼 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這是很簡單的一個範例 讓你知道說 怎麼樣控制滑鼠的動作 每一個滑鼠的動作 它可以對應到不同的反應命令 這個範例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的作業其實很簡單 我們作業 我們再回到這裡 看一下這裡 沒有 我現在一壓下去 我現在壓下去了 有沒有 Mouse down 它開始移動 就有東西出來 然後放開來又不動 從在這裡這樣 壓下去 移動 放開來沒有你 但是如果譬如說在這一點 我壓下去 它真的到Mouse down囉 又放開來 Mouse up 欸 這裡沒有一點啊 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要有一點才對 點下去放開來 應該要有一點才對 所以各位的第一個作業 就是要設定 當它壓下去 放開那些傷害 要跑出一個點出來 所以我作業已經更新了 這其實要改變 我的繩子碼改變 一裂就可以 改完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應該很簡單 其實讓測試 各位有沒有真正了解 這整個程式的流程 那麼第二個作業呢 是說 你看我現在壓下去 一拉 沒有 我拉得很快 所以拉得很快 但我麻煩各位 要把它連起來 例如說用一個不同顏色 把它連起來 連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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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比較清楚 那你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當然知道我這一點 要畫出來的時候 我知道這一點的座標 但是我不知道這一點的座標 所以你要把前一點的座標 要儲存下來 那你要放在什麼地方 你可以把這個所有整條線 放在一個UserData裡面 或者是只放最後一點 放在UserData裡面 那需要的時候 再從UserData把它抓出來 把它拉出來 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也是很簡單的作業 就是如果你了解整個程式運作過程 應該一下子就做出來 那第三個作業比較複雜一點 第三個作業在我們的課本的 我看一下 課本的第七章的最後一題 有點小複雜 但是也很有趣的一題 就是說在一個任意三角形裡面 三邊的終點 三條高的垂竹 垂竹就是高拉到對面頂到對邊的那個點 以及垂心到各頂點線段的三個終點 總共九個點 會位於同一個圓上面 但是我沒有叫各位證明 或是叫各位把它畫出來而已 這叫做九點圓定理 然後這邊有一些歷史什麼Oiler又做了什麼事 某某某又做了什麼事 等等等等 但我們的目標很簡單 你要把它畫出來 就是畫一個三角形 然後這九點圓把它畫出來 那你Mouse 移動三角形的時候 然後一動整個圖就跟著畫 那看是不是真的 這九點會在共圓 會在同一個圓上面 你就把它畫出來 來驗證這個東西對不對 所以使用者托放三個頂點的時候 三角形應該隨之變形 你一點下去一拉 這個角就被你拉到其他地方去了 一放開來 然後那個圖就跟著一直畫 或者是你用Mouse Motion function 只要有在移動的話 它就會把圖就一直重畫 所以你就看到一個動畫的效果 但這一題 助教 這一題今天不用全部做完 只要做其中的一半 但一半到什麼地步呢 助教實驗課的時候會說明 助教會衡量它的困難度 因為這題跟去年的題目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我們這 去年就是帶回家做 這一次我們在課堂上做 所以就是做到其中一半就可以 所以助教到時候再宣布一下 一半要怎麼做 那下個禮拜我不在 下個禮拜我要去Miami開會 所以我人不在 所以呢 我就多出了一題 讓各位是下禮拜要做完的作業 那這一題我來說明一下 讓各位知道 這一題是要大家把程式碼交上來 助教幫各位跑 然後來比賽 那我來說明一下這到底是什麼題目 這一題是 這一題叫指骰指的遊戲 就是我上課有講過就是說 你玩那個什麼十點半 或是玩Blackjack 就是你跟莊家要牌 要了以後呢 到底會不會爆掉 你不知道 那如果你覺得好像不太會爆掉 就是要牌沒關係 要了以後 到底哪時候你覺得停下來 然後大家來比大小 那這題題目我們稍微變形一下 就是說你植一顆骰子 骰子總共有六面嘛 那出現每一面的機率是一樣的 但是你把它想像成它是 它是四個二位數 然後你要把它加起來 那你就開始食材是吧 丟然後把它填進去 丟把它填進去 那它的總和呢 如果你的總和小於等於150 所以要越接近越好 else 不然的話 你的score 表示爆掉 大於150 就是0 沒分數 所以請問你的策略 要怎麼放這個八個骰子的值 那這八個骰子 不是說你丟完八次 喔 數字都有 我來排一排 瞧 不是這個樣子 我丟一次 你就把它 值填進去 丟一次我就把值填進去 然後最後把它加起來 然後比 看誰的值比較大 那這種東西 當然都是機率的問題 所以助教在測試 你的程式碼的時候 不會說跑一次就解決 也不是跑100次 也不是跑1000次 它就用亂數產生這個骰子 丟出來一次 然後利用你的函數 你的函數 你必須跟 就是跟我的組成式配合 就是說目前已經丟幾個了 已經塞滿了幾個 那出來一個數值 請問你要擺哪裡 你就猜 反正最多兩個選擇 不是擺這裡就是擺這裡 但是我這邊滿的 就一定擺這裡 這邊滿的就一定擺這裡 好 整個丟完加起來 超過150就爆掉 不到150 你的分數就等於你的綜合 所以程式就是概念就這麼簡單 這個遊戲 來 同學們 每次丟一次 丟一個 對 看你要放哪裡 譬如說 對 你們自己決定 八個位置都可以嗎 八個位置都可以 但是已經放了就不能再放 滿了就滿了嘛 譬如說 好 你丟一個2 你採取很保守的策略 我小的就先放過來 我這樣保證不會爆掉 對不對 第二個2好好放這裡 第二個1好好放這裡 第二個6 6 我到底要放哪裡 6放這裡是可以 但是可能會爆掉 但是如果你都放這裡的話 加起來可能就很小嘛 所以你就開始考慮 有各式各樣的考慮 那假設我是一個膽小鬼 不是要大了 6 趕快擺這裡 3 3好像還小 擺這裡 5 5 好像還不太大擺這裡 所以你就這樣一路擺下去 譬如說這邊 4 3 1 我順便寫好 這樣加起來是多少 1加4 5加5加6 16 1加3加3加7加8 106 有沒有爆掉 沒有爆掉 很好 你的分數就是106 這就是你的分數 但是你可以採取很保守的 策略但是你的分數會很低啊 不會爆掉嘛 但是分數會低啊 因為人家可能採取比較激進的戰略 但有時候會爆掉 但是偶爾就被他碰到 分數就變很高 那我們就是這種乘數碼要跑 1萬次 那看各位就是 哪個人的成績比較高 所以那我們來 這個game的rule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問題 平均 怎麼可能取最高 1萬次就是你玩的1萬次 有些有時候就爆掉了 有時候就沒有爆掉 那我們來取1萬次的平均 同學 有一個平均是會給我們 就是1到60萬次錢 沒有 對對對 那個 你這個函數收到了 只是收到說 我已經填了幾個位置 譬如說這邊還是 這三個還沒有填到 目前玩到這裡 好 然後現在跳出來是4 那請問你要放哪裡 那你的成績碼就根據現在的位置 根據你現在得到的值 然後你就自己決定說 到底要放這裡還是放這裡 但如果這裡是滿的話 這裡就不讓你放 這裡就不讓你放 你就一定得放這裡 或這裡已經滿的話 就不讓你放 你一定得放這裡 所以這個遊戲有沒有很簡單 所以這個遊戲有沒有很簡單 那你要跟助教講 怎麼呼叫外部的程式 因為助教拿到你的程式碼以後 他就去跑 那只要你外面包著 那程式跑得動 他就不管你裡面怎麼呼叫 你也可以去呼叫Google 請Google幫你算 看他有沒有幫你算 算出來應該放哪裡比較好 都可以 沒有限制 但最後就是一翻兩瞪眼 這種遊戲就是 最後跑一萬四出來 誰比較高就比較高 比較低就比較低 沒什麼好講 但是你就要回去 反覆的一直去測試 怎麼樣的Strategy 會讓你的分數得到最高 這遊戲的規則到現在 有沒有清楚了 有清楚了 我們現在就來看程式碼 看一下你就知道要怎麼寫 好 好 我們的最後在這裡 整個描述在這裡 我自己再放大一點 好 就是說你這邊描述就跟這邊一模一樣 我這邊就不再講了 那Sample Code在這裡 你點選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這只有三個函數而已 有的不是函數有的是腳本 但是dice sum game 這個指的就是遊戲的本身 你就點進去 抱歉 它那個miv type沒有設定好 所以它不讓我打開來 但是我知道在哪裡 我直接開local端的檔案 第一個是 就是 dice sum game 這代表一個完整的遊戲 代表一個完整的遊戲 代表一個完整的遊戲 那這plut option是不是 只是讓你要不要把結果秀出來 如果設定成1 如果設定成1 它就畫圖出來 如果是你不做任何動作 它plut option就設定成0 表示它不畫任何東西 我可以直接跑一遍 代 sum game 我看這路徑不太對 好 我這次跑完它 我得到分數146 每一次跑位不一樣 這是128 這是0 表示爆掉了 但我如果設定成1的話 它會幫你畫出來給你看 嗯 等一下 這太多東西了 我把它的 放著設定小一點好了 看不到所有的東西 譬如說我設定成1 它就自己玩一遍 好 跑完結果是 好 我抓到的是 2 3 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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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那我放的位置是 2 3 2 3 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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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我是這樣放的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放呢 因為我已經寫了一個函數來幫我放 那我們待會兒會看那個函數是怎麼寫 那那個函數就是裡面要去改的部分 那最後我跟你講說 total是127 你score就127 表示沒有爆掉 那我們可以多跑幾次 好 這一次是103 你抓到的是 2164 25 11 所以 2164 25 11 分數是103 沒有爆掉 但分數是滿低的 103 好 132 這個爆掉了 這個你抓到 你當初得到的值是4153 24 54 所以你放4153 24 54 一放下去一加 哇 181就爆掉 你最後放到這裡54 如果這個值小一點1的話 有沒有機會 還是沒有機會 如果這邊是一個4一個是1的話 你就有機會比150小 那分數就不會爆掉 所以這是dice sum game 那dice sum game它呼叫什麼東西呢 有沒有 這是4 loop跑8遍 那這個game 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game state 這個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矩陣 就是這個矩陣 一開始全部都是0 然後你一開始往裡面填 填 填 填進去 這就是game state dice value 這個就是我的值 丟進來的值 那for i 等於1到8 我這是用亂數產生 你看 i and i 6 就表示會產生 從1到6的任何一個整數亂數 丟進來的時候 這是我得到的值 我根據我得到的值 和目前的game state 我要互叫一個函數 叫my strategy 去決定說我的next position在哪裡 那這個函數就是各位要去改的部分 那假設他算完就跟我講next position next position不是1就是2 1表示放這裡 2表示放這裡 但是他會檢查 如果next position不是1也不是2 我就直接跳出去了 表示你的程式碼有問題 跳出去我就不玩喔 就直接break出去 這邊就是通過是0喔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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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數會很低喔 所以你要了解程式的流程 那如果說next position等於1 結果他是滿的 就是說你說要放1 放在這裡 夠位數 但是我這邊明明就已經滿了 我就跟你講 我就直接跳過去 break說抱歉不做了 你根本就在鬧我 因為放不進去 就停了 所以這邊就全部都是0 那這邊反過來是 再如果是你next position等於2 表示說我要放這裡 但是這邊就全滿了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下 我一次直接break就跳出去 所以你程式碼要寫對 那最後呢 最後呢我就找出來 就是說你既然next position我已經確定了 譬如說你next position等於2 等於1好了 等於1我就表示要從這裡面 從這邊要把它放進去 把這個 你既然是放1 那我就要把它直放進去 那我要先找說 到底要放哪個位置 放下去是第一個空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我這index找出來是在這裡 空的位置 然後我就game state index1 然後它next position 把你 你的骰子的值 就把它塞到裡面去 這樣就完成了一部分 然後這時候我就在check它的值 我把它game state整個加起來 就是這是一個矩陣嘛 第一直行和第二直行分別加起來 加起來之後呢 我的total呢就是 這個10位數嘛 加上個位數 如果total大於target target我前面設定成150 一大於 比這個大我就跳掉 我就不用再做了 你已經爆掉了 你不用再送 不用再玩到底 就爆掉了 那不然的話這folder就一直玩下去 把八個數字都填滿 來 這一段程式碼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一個主程式 這主程式你們不用交上來 你也不用去改它 改了也沒用 助教它有自己的主程式 它會互交它的主程式 然後主程式會互交你的函數 你只要把my strategy 那個東西交上來最重要 好 所以這個主程式有沒有問題 這個主程式我看有幾行 有47列 這主程式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來看看你的strategy是什麼 my strategy就是根據你現在的game state game state我畫了就在這裡 譬如現在玩到這裡 有三個地方是空的 應該五個地方已經填滿了 根據你傳進來的game state 以及我拿到的dice value 值骰值得到值 我要吐出來一個next position 不是1就是2 1就是放在個位數 2就是放在十位數 然後我就開始再算 這一部分呢是固定的 各位不要去改它 這一部分是不用改的 這一部分我就算 十位數字有幾個 各位數字有幾個 如果十位數字等於0 各位數字不等於0的話 那我一定都是1 你就不用去動了 那一定只能放到1 只能放到這個各位數字 那如果十位數字它的 可以放的位置等於0 各位數字不等於 十位數字等於0 各位數字不等於0 這我有沒有寫錯 沒有寫錯吧 這邊是十位數字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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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被塞滿了 我就是只能丟另外一個 在這邊像這個呢 我只能放十位數字 因為十位數字沒有被塞滿 那各位數字被塞滿 那我只能放十位數字 就是兩個東西 所以這邊都不能改 這邊前面都不能改 因為前面一改的話 會導致你玩到一半就玩不下去了 因為就是不該塞 就要你去塞它 那最後你要改的是這裡 在這裡 my strategy 這邊是你要改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strategy 我設定 strategy等於1 但是我第一個是 這是笨人的做法 random selection 隨便塞一個啊 對不對 1或2嘛 不是1就是2嘛 我猜出來一定是 這個next position一定是1或2 那我們現在看 採取這個 strategy 它的平均分數有多高 現在是亂數喔 亂數的話 各位猜看 這樣亂數丟進去會有多高 可能你也猜不出來 這個有點困難 如果能夠猜得出來 如果用數學分析的話 這個就 就會變成太容易的問題 但是它的數學分析 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助教會 跑一個處理 叫score game evolve Evolve就是evaluation的意思 你看我test number 我跑1萬遍 那我的score呢 又產生1萬個分數 那for i等於1到1萬 我每次就 就把這個分數吐出來 我就互叫這個dice sum game 互叫這個函數 它就跑八個 丟八個骰子 然後就把分數吐出來給你 最後它剩下就把它的 test number總共1萬次 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score是多少 整個跑一遍給你看 好我們直接先跑這個東西 看看我採取random selection 隨便選一個 看它分數有多高 需要一點時間 好你看喔 跑了1萬次 我花的時間是2.29秒 它得到分數是這個樣子 13和13 有一次0爆掉 這0都爆掉 000爆掉了 好 所以number of exposure 5000多次爆掉 4500多次沒有爆掉 score average是56.65分 所以你們的分數 一定要比56.65分還要高 假設沒有的話 就表示你也是在那邊亂拆而已 一定要比這個分數才高 這個是一個lower bound 低界最低的值 好那再過來看看 如果說 我採取第二個策略 這是第二個策略 第二個策略其實 抱歉我剛剛一直講 可能剛剛講顛倒了 難怪剛剛我一直看就怪怪 1是代表這裡放實位數字 2是代表放個位數字 剛剛講有點顛倒 但意思各位知道就可以喔 你看我的strategy就比較簡單 就其實也滿簡單的 我就看看目前嘛 你目前的分數是多少 我就把它算一下 目前的總分是多少 那target等於150嘛 那你看看你把你的 你把它放到 放到你的個位數字 其實就是說 我放到十位數字 看它會不會爆掉 有沒有 放到十位數字乘以十 看它會不會爆掉 如果會爆掉 我就放到個位數字 就這麼簡單而已啊 你總不能說 我拿到一個數字 我放這裡就一定會爆掉 你就硬是把它塞進去 它就一定爆掉 所以你就先算一下 放這裡會不會爆掉 欸不會爆掉 好 那我就放這裡 就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說不會爆掉的話 我就放這裡 會爆掉我就放這裡 就這麼簡單 這個是一個稍微進階版 好一點 那你覺得用這樣的strategy 它的分數會提高多少 我們立刻跑一遍喔 那這一部分就是各位要改的地方 我們把strategy改成2 然後立刻跑一遍 立刻提高10分 一個簡單的strategy 立刻提高10分 當然這每次跑分數會不一樣 像這個67.01 再過來是67.23 67.52 所以大概都在67分左右 所以各位的任務呢 就是把它改一下 然後程式碼要交上來 最後呢 所以塑膠要準備一個ftp吧 讓他們東西能夠放上來 所以各位要交上來 實際上有兩樣東西 第一樣叫mystrategy.m 就是你改過的函數 那塑膠就會用你這個函數下去跑 跑出一個分數出來 第二個呢是method.txt 這要很簡單的summary 說明一下你到底用什麼方法 搞不好你跑完是第一名 用那個是簡單的方法 大家可能都寫滿滿兩三頁 結果分數還沒有你高 所以我希望你有一頁很簡單的說明 說明你用了什麼方法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作業呢 就是我們下禮拜的作業 但是下禮拜我們也不在 所以下禮拜不用上課 但註價要怎麼改作業 這個是直接上傳就可以 那另外一個呢 有點一樣的沒關係 今天本身他們做到那個低度後來 後面他們就上傳好了 OK好 所以就是這個下禮拜就不用上課了 其實我本來是準備下禮拜要考試的 但是我還覺得我教的東西還不夠多 如果我考的話大概每個人都考100分 因為我上課講說這個一定會考 那些合起來也不到100分 合起來還不夠滿足一張考件 所以我只能出那幾題 然後我想算了 那就我們多做一個作業 然後考試之後再說 好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好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有問題可以留下來 surface 留意 3 4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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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2 5 5 6 5 6 5